我們看這一題 它說幼圖是小華在暗示中 以蠟燭 這個我用一圈代表蠟燭 點光源 以蠟燭和手 這個代表手 因為我不太會畫 所以隨便畫一個就好 和手在牆壁上做影子的遊戲 那你蠟燭的光的話 被手遮住的話會產生影子 會產生影子 是回答下列個題 我們看第一小題 手不動 將主火移近 將主火移近的話 比如說移到這裡來 那這樣的話 它能夠 這個影子 這個手能夠遮住的地方就更大 這影子會變大 那手不動 將主火移近手 影子大小變化度會變大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A 第一小題 找找看第二小題 小華接著將手 將手 自這個牆壁的距離固定 就是手啊 跟牆壁的這個距離固定 把這個固定 而將 將蠟燭呢 改放成 較亮的小燈泡 扔放在原來的地方 這只使牆上的影子大小變化 如何 牆上影子大小不會變化 不過會 不過這個 這個會比較亮 因為什麼呢 這個旁邊有光的地方會比較亮 為什麼 因為燈泡的話 燈泡比蠟燭的光還要強 所以旁邊有照到的地方會比較亮 但是影子的話大小是不變的 所以答案是不變的 第二小題應該要選C 是不變 這樣看呢 第三小題 小華的手會在牆壁上產生影子 這是因為光有哪一種性質造成的 直線前進的性質 光的直徑 光沿直線傳播的性質 答案應該要選V